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 毕业于花莲高农的25岁阿美族青年陈浩伟 从小热爱踢球 因曾被家人吐槽 踢球有何用 让他在加入球队后努力专研球技 迄今已成为国际足坛新秀 今年更代表台湾队 在亚洲北兹阁赛中 以最佳驻公园身份逆转强敌巴林 球技精湛的他还趁着回台拍摄纪录片时 返校致赠千名球衣 鼓励学弟妹们勇敢追梦 在花莲阿美族部落长大的陈浩伟 郭小时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投入足球队 原以为布农的父母会给予支持 却反被质疑踢球有什么用 还耽误学习 但他不气馁 一路已经战球技考进美轮国中 花莲高农足球队 用行动证明踢球决心 原是右脚球员的陈浩伟 因崇拜巴西队之名左脚球星罗伯特卡洛斯 在高中时苦练 左脚迄今成为左右脚军能兼顾的全方位球员 并在2009年被中华民国足球协会 推荐到巴西圣保罗周摩吉米林青年队接受足球培训 陈浩伟在2011年的一场国际赛事中 被中国球探相中隔年顺利入主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的安塔利亚进行宜的训练 陈浩伟还特地返校为学地加油 并代表母校向发起梦想足球计划的出资者致切 期望能以学长的身份 努力为学地做好足球员的榜样 陈浩伟说就读花农时就有到巴西参与训练机会 让当时仅有17岁的他大开眼界 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后也希望能尽最大努力帮助更多想要踢球的孩子 能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在异地训练时努力提升对足球的认知并坚持自己的梦想 花农校长梁宇成说感谢陈浩伟一路为台湾为花莲及母校争光 祝福他在国际足坛上继续发光发热 也期望花农足球 对在完善训练的环境下努力不懈 陈浩学长的好表现 目望初衷 永保踢球的热情